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这种症状 其实在新冠病毒里面被发现 因为新冠病毒有各种不同的症状 也有无症状的 但比较常见就是比如说发烧啦 咳嗽啦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症状 是被特别特别的提出来研究 也就是疲劳 那这个疲劳就是我印象中在 苏荣大夫他也提到过这个疲倦的问题 那疲劳这个症状看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 但是是不可以轻护的症状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刘教授 为什么这个疲劳会这么的严重呢 是这样的 我们回看大概去年的三月份 当时很多世界卫生组织 包括一些包括加拿大的一些健康专家 当时他们列的这个诊断标准呢 主要是呼吸道症状 主要是发烧啊 怕冷啊 咳嗽啊 短气啊这些 那么他疲劳列为次要症状 但是到今年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呢 好多专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 特别有些呼吸道症状 开始发病的时候不明显的人 但是他突出的症状是疲劳感 而且这种疲劳呢 是用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 这个要注意了 就说明你是可能感染了新冠 而且呢 有可能他的发展呢 预后呢 并不是太好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追溯到 这个现代医学有一个疾病 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呢 他现代医学还不知道原因 现在就是说提出了很多假说 这个病大概出现了30到40年吧 大概上个世纪出现 当时就是很多人出现莫名其妙的疲劳 不能解释 就说我睡得很好 工作也没有特别辛苦 然后也休息 晚上睡觉也可以 但是第二天早上呢 还是特别疲劳 后来他就研究 一个是免疫力 现在医学发现 免疫功能可能低下 第二个呢 他怀疑是一些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当时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发现病毒是什么呢 就是抛诊病毒 这个抛诊病毒呢 其实对人体伤害还是蛮大的 因为人体呢 对他没有特别强的自然免疫功能 而且呢 就是说 他可以激发很多的一些症状了 那么联想回这个新冠呢 就是他这种疲劳症状表现呢 就是病毒侵犯人体的一种症状 侵犯人体症状 为什么表现那么疲劳呢 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我看了一些这个医学资料 现在大家就是说 医学界还没有特别去解释 因为比如说这个 你要呼吸道症状好解释 对吧 这呼吸道有炎症了 那么肺功能受到影响了啊 甚至出现剧烈的这个大白肺啊 这些就是说 最后出现肺功能衰竭 这好解释 但是这个疲劳呢 他现在还不太容易解释 但是我认为呢 比如说从西医角度 咱们先看 现代医学来看 这个病毒呢 它侵犯人体呢 它会大量复制 大量复制 它伤害你的体细胞 大量的体细胞去死亡 那么你的 因为很多我们讲的这个能量呢 它也是细胞制造的 那么就会导致你身体产生能量减少 再一个呢 有没有可能啊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比如说这个病毒 新冠病毒 会不会去攻击一些干细胞 比如说伤害脊髓啊 特别是成年人 特别老年人之后呢 因为人体的干细胞制造 主要是骨髓制造的 你像一些肠骨呢 它就不会制造干细胞了 这个 但是像小孩不一样 小孩他的生理技能特别旺盛 特别他的干细胞产生啊 特别旺盛 因为他除了骨髓之外呢 他比如说我们的肠骨 他的骨构端 他照样制造大量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呢 就是原始细胞了 它可以分化出非常多的细胞 血细胞 白细胞啊 就是说这个技能旺盛 也证明 你的免疫力比较正常 但是作为成年人 作为老人家 这方面弱 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老人 容易发病 症状比较严重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疲劳 它是意味着说 身体就除了年纪长之外 还是他身体哪一方面 出了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从这个免疫技能 其实现在比如说 从免疫技能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类面对的问题 就是衰老的问题 你衰老的话呢 你的骨髓 你的干细胞 你制造细胞的能力 复制细胞的能力 都在下降 包括细胞分裂 这些也会导致这个 容易出现严重的症状 因为最早去年的话 当时有这个新冠 我们提出 就是很多 他西医的专家提出 细胞因子风暴嘛 就是说你 这个新冠病毒攻击人体之后 大量的细胞免疫 这个系统被激活 但是这个激活之后呢 它伤害的不是敌人 伤害的是自己人 伤害的是自己的细胞组织 所以他就很多快速的出现 这种大白肺 呼吸衰竭 其实你看他的病程特别快 发展特别快 咱们从中医看 中医看我讲两句 中医看呢 实际上就是元气受伤了 这个元气我们讲 一般的认为夏丹田 在这个丹田官员的部位 小府的部位 那么元气的储存 我估计这个新冠病毒 它会损伤人体的元气 导致人出现 这种严重的疲劳感 不能解释的疲劳 那说到这种疲劳 我们所了解就疲劳 好像我们多睡一会儿觉 休息一会儿就好 那这种疲劳是 它不会透过睡觉 来缓解你这种疲劳的 对不对 刘教授 不会 这就是和一般疲劳不一样 一般疲劳呢 咱们比如说你干工作累了 或者体力 你去残残血 或者去跑跑步 或者刚开始锻炼 你肌肉会酸痛 是吧 这一般的它好解释 它是肌肉这个 比如进行了一些无氧代谢 因为在快速的肌肉收缩 快速的肌肉 这个运动的情况下 它的代谢氧气是根不太上的 会出现一些无氧代谢的 一些这个生理代谢过程 那么会出现一些什么呢 自由基啊 或者一些酸性物质分泌啊 导致肌肉感觉酸 但这个不是啊 你看这个它也 大家现在是休息啊 很多是待在家里的 你感染新冠之后呢 它这种也没有剧烈劳动 它就是疲劳 就是疲劳 就是实际上 就是前面分析的原因 这种不能解释的疲劳 它是和病毒 对人体的损伤有关系的 损伤了人体的能量系统 损失了 损伤人体的元气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能掉以轻心 就算没有呼吸到症状 我觉得也要及时去检测 去积极地去干预 至少做个确诊 那刘教授 像这种疲劳 跟我们所比较常见的 就是新冠的这种症状 像咳嗽啦 发烧 更需要让你警惕呢 对 我觉得更需要警惕 特别是 因为这边有几个例子 加拿大这边 就是他开头实际上 没有典型的呼吸到症状 就是五六十 这个年龄大概五六十岁 这个大概五十岁上下吧 但是就突然出现疲劳 就是但是家属 包括本人就觉得 哎呀我可能是辛苦啊 或者是怎么样 没吃好啊 他就不太重视 结果就是 他会突然出现恶化 当你去 就是打机里电话的时候 再住到这个ICU里头 可能症状就比较严重 哎 一上呼吸机 那么有的时候 就是可能生死参半了 啊 上了呼吸机 生死参半了 嗯 嗯 那现在很容易让 很很容易忽略 就是说 有的人觉得啊 这个像咳嗽啊 有点像流感一样 哦 那可能也会延误诊断 因为年轻人嘛 比较容易恢复 老年人会容易疲劳 如果说 不重视持续恶化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啊 出出会出现这种 更加恶化的状况吗 如果是 呃 我觉得是的 他这个呃 特别这种疲劳感呢 还有另一个 我觉得刚才还没有提到一个呃 对人体损伤 一个心脏功能的损伤 嗯 就是说他心肌啊 以前我们前几节目就说 这个病毒他会攻击心脏的 就是他会直接损伤你的心肌 嗯 我们知道心肌呢 他相对骨骼肌来讲呢 他是具有自我收缩能力的 他是不断在动的 哎 你这个呃 就是说 你甚至你的生活质量 你的寿命都和这个心脏的运动 是有关系的 但是一旦心肌受损的话 相当你泵血的能力下降了 那么你各个组织器官都会缺血缺氧 哎 最后呢 如果严重不能恢复 他就会出现猝死 这是我们以前提到的 哎 这个发生 那么当然呢 比如说你还会伤肝 啊 这个肝呢 中医西医认为都和能量 它的产生有关系 就肝脏 啊 肝脏 那么现代医学我们知道 就是说你肝脏 你真正得了肝病肝硬化 他就是疲劳 啊 比如说慢性活动性肝炎 他就是不断疲劳 啊 如果发展到肝硬化 这个人就特别疲劳 啊 就是说你可能食欲啊 吃的还凑合啊 但是就觉得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 啊 所以说呢 这和中医看的肝是这个 叫脾肌之本 中医认为是脾肌之本 它和能量的产生 和能量的运行非常有关系 如果肝脏受损呢 它在中医看讲 也是一个 就是说 疲劳的一个来源 肝脏受损 好 那说到刚才我们回过头来 刚才我们讲疲倦嘛 那是不是有一些 如果有这种极度的疲倦 或者是 不莫名的这种疲倦 是不是有一些穴位按摩 也可以来舒缓一下 这种极度疲倦的感觉呢 对对对 这个就给大家提供几个 我们讲的这个穴位了 首先是穴位 穴位呢 也上次我们也提到一些 首先呢 除了这个我们讲的和谷啊 这些穴位之外呢 我们推荐还是内观这个大穴 对 这个内观在哪里呢 内观在心包经上 心包经呢 就是在我们讲的 这个前臂的 前臂的这个中间这条经脉 这条经脉是心经 这是心包经 心包经这里啊 这里位置 那么这边是这个心经 心包经 到这边大指是肺经了 这是阴经 在这个内侧面的 心包经呢 在这个腕横纹上 腕横纹上呢 两个和 比如说它叫两寸 两寸怎么凉呢 一般是两个 两个大拇指比较准确的 你从两个大拇指 比如说凉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很简单啊 很简单 比如说这个腕横纹 我们看到腕横纹 是这个位置啊 腕横纹 你从用你自己的大指量 一个大指 两个大指 然后在两个筋之间 你会摸到两个基件在这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手指的滑动 滑动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凹陷的地方 哎 正好这就是这个内观穴 内观穴呢 是个大穴了 它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心冠呢 会攻击心脏 它可能对心肌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个内观 心包经本身就是保护心脏的 中国古人发现了这个了 就是心包经相当于心脏的外在的城墙一样 外在城墙 它保护这个心脏 心脏是君王 中医认为心脏是个君王 那么这个城墙就保护它的 通过按摩内观呢 一个是可以减轻疲劳感 加强心脏功能 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心脏功能一个 就疲劳的一个原因 就是心脏功能在下降 心脏功能下降 这是一个 但是按摩的次数最好100次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你可以按到200次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我们就是穴位呢 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 抗疲劳 增强免力 这个是新的穴位 深柱穴 深柱穴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脊椎上 在这个胸椎 你找到第三胸椎的脊突下 也就是说 在第三胸椎脊突和第四胸椎脊突中间的位置 那里有一个小的缝隙 小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深柱穴 深柱穴呢 它是一个强壮穴 它的功能呢 和足三里差不多的 它比足三里也不差的 特别是这个新冠 我们知道新冠 它大部分新冠还是伤害肺脏 以伤害肺脏为主 所以这个穴位对肺脏 它是有帮助的 肺脏有帮助的 所以它会加强肺的功能 肺的功能提高了 你的血氧交换增加了 你的疲劳感也会控制的 这是就是从这个方向来增加免疫力的 当然呢 我们比如说 还有一些穴位呢 以前我们也提到过的 官员和气海 官员和气海是两个大穴了 这个可以 大家可以按摩也可以 轻轻按摩 还是主张呢 如果你能有揪法 有爱调啊 或者爱揪盒啊 去揪一揪 温和揪 对这个增强这个免疫力啊 提高正气啊 包括抗疲劳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好 那因为有观众提这个问题 我想来带观众问一下 就是说是否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 新冠疲劳跟身体压健康的疲劳的分别 有什么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的啊 这个也有很多这个 当时我看网上很多问这个家庭医生啊 但是就说我们比如说一般的疲劳呢 他一般的有点诱因 比如说最近你看我有多患者 他是读博士呢 读博士 他就是说天天要熬夜 天天要做论文 做两篇论文 博士学位要做两篇 所以就比较辛苦 他脑力就有点疲劳 但这个疲劳他是可以缓解的 你经过休息 你说我稍微去跑跑步放松身心 然后听听音乐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你这个疲劳就明显的缓解 这就是一般的疲劳 一般疲劳 而且你可以比如说 稍微一般的吃点食疗的东西啊 他是有缓解的 按摩一般的学位呢 他是有缓解的 但是这个疲劳 我们叫比如说新冠这种疲劳 他通过这种休息啊 放松啊 或者你去转移 注意力去跑跑步啊 他缓解不了 而且他甚至有这个加重的趋势 这就提供你 不是一般的疲劳 不是一般的疲劳 我觉得主动去看医生 就是如果你没有确诊 就不知道原因的话 主动去检测 给自己一个诊断 非常好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